那我照着你 你在外面是不是到处受人欺负 过得很糟心啊 跟这儿比外面就是天哪 也不能这么说 反正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那就是地狱 黄思琪 她不仅品学兼优 而且文物双全 奶奶说她跟我是青梅竹马 可我却只怕她 你彻底摆脱这个文物 琪姐 来了 十岁那年 你怎么可以等着 我去给你拿药 真是一个坚强而又温柔的孩子啊 大概是从那时起 我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当时我害怕极了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没有错错 如果我不去给她取药了 我一定会被她打得够残 也许根本就活不到明天了 你真可爱 比小猫还可爱 你干什么呢你 你怎么跟从你上课 先说快要自己做饭了 来 赏你一条鱼 用不着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你做的菜 你怎么连这个菜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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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菜 来问是多可惜 你愣着干什么 过来搭把手 自从那道 有时候人生的转车点 来的就是什么都猝不及防 roko 我就喜欢逗你 怎么了 别逗 从那天起 我对黄思琪就在这儿讨ере不及来 在你面前从来不去危险 我的爱不习惯 还没那够 因为我讨厌不起来 你看耳根子都红了 还越来越感到好奇 那是谁呀 刚才也不干活也不吃饭 衣荡的门框上 丑啊丑啊丑啊 但我遇见你 成为了一切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心自己了 没有人能够改叮 我开始发现自己似乎并不了解她 但我觉得是吧 你还是自负一点疯狂 你说你觉得 我可爱 你怎么要给我打电话 我的脸 你的脸太不真实了 撞了动你说这话才要负责任 我是说美不真实 你少废话 什么叫美的 你是说我美吗